记者杨乔启,综合报道蛇姬林采提2018年7月产下儿子,临盆前却曝出老公胡瑞儿夜店剪施风波,虽然她事后发表声明表示力挺丈夫,但自从生产后,社群网站上几乎看不到夫妻俩的合照,1月31日她同样PO出独自在候机室的照片,开心表示要回澳门娘家过年,没想到还是引来酸民流言呛声。 林采提回澳门娘家过年 图,翻设自林采提脸书 林采提日前在脸书上PO出自己在候机室的照片,开心表示自己即将回澳门老家过年,照片中她穿着黄色棉T,露出一双大长腿,气色看起来很不错,大部分网友都祝福她新年快乐,也说希望能在澳门巧遇,但还是有人流言酸,读见了没,你老公的强奸案判行了吗? 林采提被网友留言呛声,淡定回应 图,翻设自林采提脸书,胡瑞尔IG虽然有人留言替林采提报 不平,不过她本人没被激怒,淡定地说,感谢关心,新年快乐 回应被粉丝,高1Q 林采提出生澳门,11岁就移民到台湾,也拿到台湾身份证,不过她哥哥姐姐还定居澳门,过年期间一家人会在澳门团聚 请不吝点赞订阅,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